一蓝交信一名男子 被发现居然没有工作 成名赌博还把高龄81岁的老母亲 就这样缺氧在客厅 用床用桌椅把它关在家中 一天还给吃一顿饭 亲戚看到了之后就很感叹 觉得男子对老母亲像是对待狗一样 看到家里的亲戚前来关心 高龄81岁的老妈妈 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不断道谢 实在不敢相信行动不方便的老妈妈 被床铺桌椅围在这小小的空间里 哪里都去不了 儿子对待亲生母亲一天只喂一餐 食物坏了也不管 老妈妈的卫生问题 也都在这小小的空间里解决 亲戚痛骂根本就是把人当狗来养 这个养老人看他这样有人照顾 三个团这样偷吃就好 他不是说他81岁就要死了 那不是说他都81岁就要死了 家住宜蘭郊西的无姓男子 自从辞掉厨师工作以后 沉迷赌博 还把自己的老妈妈关在家里的餐厅里 男子变称之前想要申请补助 但是因为条件不符不得已采用这样的方式 不过社会局也表示 虽然无姓男子不算是气氧 但是对于这种夸张行径 未来一定会介入处理 只是这样对待辛苦 拉拔自己长大的老妈妈 亲戚们除了稀酸生气 也都大叹这个儿子 真的太不孝 好